大家早安 早安現在8點16分 我們開始今天早上的晨晨財經晨光時間 來 先來看一下昨天的稻窮 其實你們都知道跌200點 除了跌200點以外 我想大家可能更想要快點知道 美蘇早安 知道什麼時候這個盤它才會跌 我先帶各位來看一下週限 稻窮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在前兩週 在前兩週最低 就曾經打到這個 年限嘛 兩年限 我這邊看起來是156 我這邊這條線看起來是156週的線 那156週 156週 基本上大概是三年 三年限 就是三年的均線 那就是說你過去這三年的平均的成本 如果你這一波在高點沒出掉 假設你從三年前買進美股到現在 那這段時間一路買 那如果你在高點沒出掉 它是在兩週前 它就達到這個三年的均線 那在昨天 今天早上收盤 正式 正式跌破 那換句話說 過去這三年 所有投資人 的平均成本 在今天 今天 今天早上收盤正式跌破 那表示 這三年 這三年來 如果你沒有 出平均成本 你沒出掉的話 那基本上這三年來做白宮 那所謂這三年平均成本 那等於就是說 從川普當選到現在 這三年平均 你這樣交易來 就在短短的三週 就把你跌掉了 好 你看美股呢 從去年的低點 一路這樣往上 各位你想要 你要留意一下 在2018年的12月底 就是我們台股的 從這一波 去年1月 從9300 開始漲上來的時候 美股那一波的最低點 是在2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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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0 這附近 那現在其實已經 在今天早上收盤的話 是23851 那當然 今天的收盤 今天早上美股的收盤 已經跌破 去年5月的低點 8月的低點 那有可能會再來探 你看我們在台股 9300 那時候的美股在哪裡 那時候的美股呢 就是在21800 9380 離21800 也只差 2000點 那 2000點呢 以昨天的跌法 那不就一天就到了嗎 那換句話說 這禮拜 他有可能就會來測 他有可能就會來測 測 21500 那目前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個 以週來講 260週 那就是 半年 半年 跟準5年 那5年限的均價呢 是在 就在 就在這邊 5年的平均線 就在這裡 5年的平均線 就在這裡 那其實喔 這一波殺下來 我認為啦 他基本上 如果已經殺到5年喔 假設 再往下 殺到 22000 我認為 22000已經是 這一波相對的 一個低點喔 各位你聽清楚來喔 每股再殺下去 我認為 明天喔 如果今天晚上 或最近真的在往下殺 或這禮拜真的在往下殺 殺到22000 那這已經是 5年的 5年的平均 價格 就5年均線 就是 投資人過去這5年來 買進價格的平均成本 那如果 我認為這邊就是一個相對底部 可是講 到22000 基本上 已經是跌掉多少 8000點了 8000多點了 那8000多點是什麼概念 已經快跌30%啦 就一個指數 在短短一個月之內跌30% 那真的已經算是怎麼樣 算又是可以記在歷史上的一個什麼 一個大的這個回檔 一個大的回檔 一個大的回檔 連911 就是雙子星大樓被撞的那時候 其實也沒這麼深 那時候也才11%而已 那因為這一次 不是 單單單一事件發生在美國 這一次是先從中國 然後慢慢燒到歐洲 再燒到美國 所以這一個是怎麼樣 全球性的 全球性的 那 兩個禮拜前 我才跟各位講說 你不要以為燒到舊金山 然後 就沒事了 我跟你講 這就是到舊金山 那才一個開始而已 為什麼 因為 兩邊的海岸城市 舊金山跟紐約 是東西岸的各大城 兩個大城 那等於說 從那邊一進去 那慢慢就會擴散到整個美國 所以那時候我就已經跟各位開始 我說你只要 再往南 燒到哪裡 燒到矽谷 燒到電子大廠 燒到科技大廠 那這下就有得玩 那想不到 話才講完一個禮拜 話才講完一個禮拜 我在節目中講 話才講完一個禮拜 美股就崩成這樣子 那相對我們的台股 表現算不錯 如果像 如果我們台股像美股這種崩法 我們早就用一大堆交易糾紛了 融資斷頭的 然後 選擇權啊 什麼什麼 斷頭的 一堆了 那這一波美股這樣中摔之後 財富重洗牌 有人 有人 大賺 有人就大虧 我跟你講你在2萬9那時候 如果去空一口到齊 如果你去空一口到齊 到窮期貨 放到現在的話 2萬多塊的保證金 你放到現在 賺60萬 2萬多塊賺60萬 非常非常驚人 當然啊 做錯方向 往下接刀子 那你也是2萬會虧掉60萬 好那是到窮 那到窮我剛剛跟各位講 你再聽一次齁 我認為初期呢 在這個2萬2這附近應該會有支撐 因為這個是5年的這個均線齁 然後再來 這個也是到這邊也是一個 嚴格要來講的話 那也就是一個2年的頭部 就是從2年的M頭 M型的頸線 所以這邊要守 這邊如果2萬2守不住 那我可以很展聽截鐵跟各位講齁 2萬2如果守不住 那 那 往下的目標 那就是 2萬8 2萬9 減2萬2 7千 7千到8千 2萬2再去給它扣7千 8千 就是1萬4 那1萬4是什麼點位咧 1萬4喔 我告訴你喔 在哪裡好不好 1萬4基本上就是到 金融海嘯之前的那個高點 2007年 次貸風暴之前的那個高點 1萬4 那換句話等於講什麼 等於是 打回 金融海嘯前的原點 那 金融海嘯跌到6千那個我們就不講齁 那 等於說這一波 我認為到2萬2會反彈 2萬2到這邊反彈 反彈之後呢 到底能夠彈多久 然後最後 整個資金衰退 有沒有可能最後真的 美股這一波的12年大多頭就走完 然後以緩跌的姿態 來到 跌回原點 1萬4喔 很有可能喔 那跌回1萬4 以2萬8到1萬4 那是多少幾% 50%喔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不是沒有可能啊 只是時間什麼時候到而已喔 我現在不是在恐嚇你 我只是把話 跟你講 我就整個趨勢 就整個經濟面 然後就現在的這個恐慌的殺法 我認為這一波到2萬2 應該會止跌 然後有個反彈 可是在這段選舉期間獲得選完總統之後 之後 因為伴隨來的這個 衰退 因為你就要看這一次這個 降息 有沒有奏效嘛 如果沒有的話 我認為 美股會開始走怎麼樣 走緩跌 緩跌呢 那 緩跌的目標區 那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就是1萬5 1萬4 1萬5 那整個美股就修正50% 剛剛好 你現在回過頭去看 在次貸風暴那時候 高點是1萬7 然後 2008金融海嘯之後 最低的稻窮是6000 1萬7到6000 基本上是跌掉多少 跌掉50% 不只喔 60% 60% 60% 幾個月 整整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一年半的時間 那 如果你要用現在的高點 高點來看 現在達到2萬2 也許會有一個反彈 可是我認為這個反彈 彈上來之後 就類似去年的 上一次的次貸 金融海嘯 它2007發生次貸之後 跌了兩個月 跌了一個月 後來指數又急彈 急彈 急彈上來 可是美股沒有創新高 沒有創新高 但是香港 你記不記得 香港那時候 跌到2萬2之後 香港反急彈 急彈還創新高到3萬 然後到了08年那一年 北京辦奧運 然後北京奧運辦完之後 發現股票也沒多好 中國的股票也沒多好 然後接著雷曼事情一發生 就整個一泄千里 那因此呢 我是要跟各位講說 這一次這樣子急跌 而且這一次跌法 比美國次貸風暴那時候還重 所以我的意思要告訴你說 這一次一跌 一定又跌出問題 跌出潛在的金融問題 我跟你講說 美股這幾年大多頭 讓大家失去了戒心 然後失去了 什麼戒心 就失去了說 風險 所以大家又幹崗 融資 然後用少少的錢去玩很大 選擇權 所以這波殺的這麼快 油價也沒有人想要殺這麼快 所以這波一定很多人在投資上面 特別是投資銀行 我跟你講每次出事就投資銀行 特別是投資銀行 他們在風險控管這一塊 有沒有可能造成他們投資交易的虧損 那有的話後面就潛藏的 對這些投資銀行很大的危機 很大的危機 當年雷曼也是因為這樣垮的 所以這一次你看 像我剛才已經跟各位講了 如果你兩萬塊錢去做一個期貨 你可以賺六十萬 同樣的你做錯方向你也會虧六十萬 那光這幾天 你不要說你光看昨天跟今天 這一個禮拜 這樣子一下來 如果做槓桿交易的人 一堆人早就斷頭 當然也有人賺 那賺完你當然沒事 可是你賺錢也會去救 沒賺錢的人 不會啊 你今天從期貨賺了六十萬 你會去把你賺了六十萬 拿去救那個虧掉六十萬的人嗎 不會啊 同樣啊 如果今天一個銀行 或者一個投資公司 他虧掉這麼多錢 除非大到不能倒 可是即使大到不能倒 在大到不能 在這些銀行出事的時候 也會出現危機 那等到政府要來救的時候 股票已經不知道崩到哪邊去了 所以我覺得美國人 他本身是風險意識最高的 為什麼 因為一個國家的人 如果至高至慢的話 通常他會感受到風險是最慢的 所以這次殺到美國你看 我在兩個禮拜前 我已經跟你講了 現在殺到那邊去了 現在連川普都有可能怎麼樣被感染了 因此 昨天的稻窮才會這樣跌 那你要相對的過來看 當然現在全球打分替 我們台灣有沒有辦法獨善其身 沒有辦法 可是重點是 即使如此 我們的市場 還不大 外資這段時間提款提一提之後 其實你看喔 昨天一提就500億了喔 這段時間他已經連提很多了喔 我覺得會提不是沒有原因 是因為 今天外資他如果手上掌控的是 投資人投資的基金 碰到這種恐慌性 投資人家屬基金 他也是摸摸鼻子還是要賣 那賣沒有辦法啊 就讓他賣嘛 可是 現在就在看我們的政府 到底在這個地方 他要不要站起來互盤啊 我這邊要跟你回過頭來講台股喔 台股的目標價位 我已經跟各位講了 如果今天 這邊要是守不住 那就是10600 再來就是10200 可是相對美股 我們的 我們這一波 確實是比較抗跌 那因為我們有勞退 我們有勞退基金 我們有國安基金 現在國安基金還沒進場 但是 八大行庫在這段時間的互盤 我認為表現是不錯的 昨天的300多點的跌幅 是被外資賣下去的 昨天2000多億 光外資 單單外資就賣了500多億啊 賣了整個成交金額的四分之一 如果你散戶 你不太去砍股票的話 基本上外資要怎麼賣 他沒有辦法賣多少 所以我只是要跟各位講說 在昨天我們看 法輪買賣超裡面 外資跟自營商都大賣 可是你要去留意 自營商大賣是賣什麼 避險部位 避險部位是什麼 就是權證 就是說權證有人認賠在砍 有人認賠在砍 然後只要權證一賣 那自營商就要賣權證 就要賣現股 所以昨天的主要賣超來自 外資跟全證的避險操作 那 投信是買超 投信為什麼可以買超 投信他基本上 投信有 有這個勞退一些大基金的這個 代超部位 那政府單位 如果錢撥給他 就要護盤 他就要護盤喔 可是昨天的期貨呢 自營商是賣兩千多口 那投信也賣 可是 外資是買 八千多口 我記得沒錯是八千多口 外資昨天的期貨 反而是 反手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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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口 你看喔 外資昨天大賣 可是期貨卻大買喔 我在古海洋帆節目有跟各位講過 國安基金有沒有進場 你去留意 如果期貨跟現貨沒有同步 現貨大賣 期貨卻大買 有可能 國安基金要準備進場喔 因為 凡事有人早知道 因為只有你知道要拉指數 你才會敢去買台紙的期貨指數嘛 而且外資是大買八千多口 又回到三萬之上 昨天的美股 今天早上美股大跌兩千點 昨天在期貨就已經先跌一千點了 已經就先跌一千點了 可是今天的 今天的這個 雖然跌幅到兩千 超乎大家的想像 可是呢 你慢慢的喔 你會對這種一千點兩千點的 漲跌 你會 開始麻痹啊 因為那燒在美國 我們的部分呢 如果喔 大家不恐慌性去賣 然後 國安基金如果在這邊又進場 的話 我倒覺得喔 我覺得有些股票你就不用在那邊砍低了喔 特別你去留意喔 我們當然你說 那去年賺得很好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低劑應該很慘喔 可是低劑很慘喔 其實有些股票已經先行修正喔 已經先行修正喔 而且喔 而且這些股票在低檔 其實 KD RSI 跟 KD RSI 跟那個什麼 MACD都在低檔背離 因此 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是這種指標 在低檔背離的股票 你根本就 不應該要再去殺低了 你反而你手上還有大筆資金的話 你要準備在殺下來的時候 趁這一波危機入市 你說老師 可是我們都還在萬點之上耶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的萬點 我們現在的萬點 不是說股票都很貴在萬點 我們現在之所以在萬點 是因為台積電的關係 除了台積電的以外 很多公司的股票都非常便宜 那即使是台積電 我也跟你講過 以他的殖利率來換算的話 基本上 他現在這個股價 殖利率都有5% 欸各位 你看最近股票在跌 債券在漲 現在的債券殖利率 已經不到1%咧 難道 你寧可去買不到1%的債券殖利率 然後你說那股票會跌啊 沒錯啊 可是債就不會跌嗎 哪一天股市回暖的時候 那債也會跌啊 那債一跌下去 也是會5% 10%的在跌 你知道嗎 可是重點是 一個營運好的公司 他每個月都在賺錢 賺多賺少而已 每年都在發鼓勵給你啊 那除非這個地球上的人類 全部都死光光啊 你不在消費 你不在吃東西 你不在買東西 所以現在被緊縮的消費 一旦喔 就跟SARS那時候一樣 現在被緊縮的消費 一旦喔 疫情一過了 春暖化開 大家都出來活動的時候 我告訴你 現在暴跌的石油 未來也會暴漲 現在暴跌的股票 現在暴漲了什麼 疫情概念股 到時候也會暴跌 然後現在暴跌的 因為什麼經濟衰退的股票 未來也會再暴漲 就是這樣啊 反正跌的深 就彈的高 漲的高 就摔的深 特別是因為題材性的 那你要搞清楚這一局喔 那因為很多股票 在這一波 它是早就已經在跌了 包括入股也是 可是 你一定要留意喔 這個疫情 等到有一天 一旦得到控制 這個疫情 等到有一天 疫苗一旦研發出來 我告訴你 那股票怎麼樣 現在是散崩喔 可是到那時候怎麼樣 股票變成怎麼樣 就是暴復性的大漲 那你不要想說 你要買在最低點 股票不是要讓你買在最低點 股票是當它的投資價值浮現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怎麼樣 往下買 但是要記住一點的是 不可以用融資 因為用融資 再跌下去 你會有融資追腳的壓力 所以這個時候你能操作 你就是用現股 你頂多說 你不要用融資的話 你不要去用 你不要在股票裡面去用融資 你真的是房貸 那房貸它讓你每個月每個月去還 那還OK 因為你可以從你賺的薪水 賺的那個 每個月慢慢攤還 10年20年 可是你不要在股票裡面去買融資 因為跌下去你就有斷頭的壓力 它不會叫你分起腳 好 了解嗎 那台股今天的操作面向 各位最近 如果你 有 叫澄澄跟你講的 去買VIX 背好降落傘 這一波 VIX 大漲的幅度 遠高於你的股票下跌的幅度 對不對 2塊5漲到 我看今天的VIX又要大漲了 短短一個月報酬率兩倍以上 你現在哪個股票讓你跌光光變零的 沒有嘛 所以光一檔VIX就成為你這個資產的什麼 降落傘 你遇到這個愛的迫降 你根本就不會有事嘛 是不是 你整個就是安全著入嘛 我都一直跟各位講 高檔買股票 你一定要背降落傘 之前 我在前公司 我們的會員手上一定都會有VIX這檔股票 一定都有VIX這檔股票 但是如果你在看我直播的 你就知道在去年12月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嘛 有人沒有經過層層同意的情況之下 發抗訊出去 好這個事情我就不講了 但是 如果你跟我一直有LINE 有跟我親自帶的會員 你就知道 這檔VIX我們一直抱在手上 從2.5 抱到現在 我們當初4塊以下 4塊有接3塊有接 2.5 談到現在 你現在不但是不是被套 而且怎麼樣 還大賺 還大賺 所以 這個是層層 因為我跟你講 我是用法人在操盤的邏輯 在帶你手上的資產 你絕對不用因為這樣漲200點 漲200點 你也不用擔心 大跌200點 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的資產就是 你只要 投資就是這樣 你只要把資金守住 賠小賺多 你的資產就會累積上去 可是多數不是 多數都是賠多賺少 你的資產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那今天 我跟你講 期貨因為外資反手 買8000多口 我覺得有鬼 不是有鬼 我覺得後面有手 我覺得後面有一隻手 那今天會不會 開盤也許開低 然後就直接 往上拉 我覺得有可能 所以 我是先跟各位講 今天 已經10號 很多營收要公佈都公佈了 不要 我認為今天開低 你不要去殺股票 你不要去殺股票 你彈上來 彈上來你在 找點把它出掉 然後 如果你手上已經有一堆股票 不知道怎麼操作的 我已經跟你講過 所有指標低檔背離的 你就不要去砍了 因為 它隨時會醞釀反彈 那 你不知道你手上股票 是不是這些標的 請你打電話來問 打電話來問 我們上面有電話碼 022542 8999 或者你 私LINE我 私訊我 那 如果 成成有 發簡訊給你的 你想跟我聊的 你就回我 好不好 那我歡迎 這段時間 我歡迎 你把你的手上股票 如果需要 我幫你診斷了 請你 請你在我們的LINE AT裡面 請你在我的 Telegram的 我發私訊給你的 你留給我 或者在 臉書那邊 請你留給我 然後呢 有些人有跟我講的 我還沒找你的 如果你方便的話 你主動跟我講一下 你可以 跟盤中 或者盤後 跟你講電話的時間 因為股票太多 你要我用敲的 我真的敲不完 我直接 跟你講電話 然後呢 我 看著盤中的這個軟體 這樣一個跟你講 這樣比較好 好不好 所以 你方便的話 你就留下電話 我會回扣給你 好不好 那就 今天 現在已經8點40了 期貨快開盤了 我要跟各位講 股票 買對買錯 就跟考試一項 你答錯題了 那就答錯了 下次 再 做對回來就好了 花瀉 花會再開 股市跌了 會再漲 所以 不要為一時的 漲跟跌 說 過喜或過悲 重點是 你就是做好 投資的紀律 這樣就好了 那 今天的股票跌 不代表棉就不會漲 那反而 你手上有 空手的 手上還有很多資金部位的 這個時候 你要 準備 跟著層層來進場 跟著來進場 挑對股票 這一波 彈的會比別人快 挑錯股票 別人的股票 都20-30%了 你的股票 可能還在那邊 盤整 所以 跌下來 正好是給你換股的時候 選對股票 你就可以 很快的 重新 拾回你的 獲利軌道 那 我說當 上帝給你一顆 酸檸檬的時候 你不要 酸酸的整顆 就把它吞下去 你就是把這一顆 酸檸檬把它變成什麼 可口的檸檬汁 加點糖 喝下去 加蜂蜜 喝下去 或者把它炒成一盤什麼 泰式檸檬魚 可口的吃下去 每股大碟 有人看似利空 有人看似利多 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利多 因為有低點 可以買進 所以 不要太悲觀 我們永遠正面來看待股市 這樣子 你才能夠在每天裡面 用冷靜的心態 去面對每天的盤勢 誠誠所至 今時未開 祝你今天股票 知之大賺 謝謝各位 拜拜